上课了上课了 老师哥我又来了 你们想想一个偶像不过她的眼神 而让她的歌舞台都丰盛地 她会比她并不莫生吧 打个比方就比如 韩版的Produce 101 男生把调削虚 她就是因为一个精妙的位置 而奠定了她坚持的成造技术 哎呀 我的老丈母娘呢 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眼神的魅力有这么大吗 因为她的眼神好看呀 她眼睛有神啊 所以今天 陈老师给大家上课了 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表情管理的重头戏 眼神管理 我天生望美国话 不用了 你过来 你过来 我保险不打底 咱们眼睛啊 咱们这样是吧 周围啊 都是什么 都是肌肉 这些肌肉呢 跟你身上肌肉一样 是需要锻炼的 所以我们想要解决 眼睛没有神采的问题 我们就得让它 有必要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眼睛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上 就是这样 眼神涣散 没有精神 而且 向美睡醒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要让自己的大脑躲动起来了 大脑告诉自己的眼皮要干嘛掉 真大 哎 这个变成这样 久而久之你就会形成是吧 你就会形成 叫 一肉 记 啊 这个 这个 今天反正很难 我们平时上台的时候 会有MC环节 按照他没轮到你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发呆嘛 哈哈哈 是这样啊 在这个时候呢 是散途的最佳时期 所以我们不能让粉丝拍到我们不好看的样子 我们在台上都是这样子 反途常有而神魔图不常有 试问哪位妹妹不想自己在舞台上面的反途一气绝成 反正我是很想一气绝成的 但是还没有做到过 但是我会好好推我自己的眼神板的一张 嗯 谢谢你 所以啊 我们平时有意无意的多控制自己的眼睛肌肉 形成肌肉记忆啊 这一点做 第二点啊 也是我们在圈子里头晃了这么久 能公认的一遍 叫做 平时没事 少带美瞳 多带错名片 为什么啊 因为你美瞳带走了 就快把他摘下来 你眼睛就不非常无神 你眼睛里头所有的神采 都是美瞳带给你的 你自己努力了嘛 你就想眼睛有神 美瞳都比你会眼神管理好吗 所以啊 我们平时在没有面对镜头的需求的时候 能带隐形眼镜 透明片 就带透明片 你一定要去带美瞳带 不是我们认识啊 第三点呢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话题 就是眼睛快速对焦 这个在舞台上面非常有用啊 就比如说 你有很多台摄像机摆在这儿 这台摄像机突然亮 你的眼神 就要立刻快到 这个其实是眼神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刻 但日常我们没有摄像机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训练你的眼睛对焦呢 就这样 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你就盯着他的眉心三角曲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见了吗 就这块三角曲 平时说话 那个眼睛不要飘 眼神不要给我换散 不要显得没有气 你就盯着他的这个位置 看 时间久了呢 时间久了呢 你眼神自然 对焦就很快了 很简单这个办法 拿去用 不开心 哎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个拳击硬拳的办法 就是调动你的想象力 什么意思呢 你想象自己是一个感情非常豐沛的人 但是你情感的出口只有眼睛 就比如说我们在台上牵授的时候 粉丝经常会用眼言表达对我们的喜爱之情 这个时候你又插不上话 但是你如果这样站着 这么看着他 好像有点太没礼貌了对吧 所以呢 我就会把我的感谢之情 从眼睛里头释放出对我的粉丝 就是这样 老秦娃好喜欢你啊 但是当你不能讲话 你的眼睛就是你表达情绪 你最好的床口 当然 如果 把这个粉丝换成男朋友 把谢谢粉丝换成我爱你 效果也是一样的好 老师你有男朋友吗 你有男朋友吗 你有男朋友吗 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吗 这给我搞的真的是 把这死你们一天天的 下个 好好记得 哦 对了 我该走开 因为呢 下次我还会给大家讲讲 当你的眼神控制好了之后 我们就通过眼妆来改善你的眼神 下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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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